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学过数组 一堆一样的类型 对吧 还有什么结构体 对不对 那么我们今天又再再建一个 建设一个新的类型 比如说哈 比如说我有这样的一种需求 就是说我想存储一个人的学号和他的身份证信息 但是呢我存一个就够了 存一个就够了 那么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 比如说如果要存学号的话 呃一个差类型就能存下 对吧 一个差类型能存下 但如果我要存身份证号呢 就需要用一个印才能存下 我只是假设啊 我们真正存身份证号或者存学号肯定用差类型来存的 我这里边只是假设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如果要是这样去设计 这样去设计 比如说我设计一个结构体 一个用来存学号 一个用来存身份证号 这样可不可以呢 这样是允许的 但是呢 因为我要求是什么 我每次我只用一个 我或者用学号 或者用身份证号 我如果直接创建两个成员呢 感觉有点浪费 对吧 没有必要 那就说我能不能让他们两个 共用一块内存呢 当你想存学号的时候 OK 那你就用一个字节 当你想存身份证号的时候呢 那你就用四个字节 那如果我想做 我如果想这样实现 可不可以呢 就是让两个成员 共用一块内存 那答案是可以的 对吧 变形体 不是变形体 我不知道这个变形体 这个概念是哪来的 我们一般叫什么 叫联合体 对 联合体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东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的这个 这块呢 原来我们定义结构的时候 叫Stragg的 对吧 现在呢 我们把它改了 改成Union 然后呢 这个名字是随便起的 我里面定义了两个成员 定义两个成员以后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它的特点 看一看这个东西的宽度是多少 对吧 我们打印一下 把我新定义的这个类型 拿过来看一眼 我们发现它是四 发现它是四 大家现在有什么感觉 就是说 我虽然定义了两个成员 但它分空间的时候 是不是说真给我分了两个呢 不是 对 它只分什么呀 它只看你这个成员里边 谁最大 那谁最大呢 我就分多大 那你比如说我这个成员里边 一个是一个字节的 还有一个呢 是四个字节的 所以它分空间的时候呢 它就直接给我分了一个什么呀 分了一个四个字节的空间 那么分完了以后呢 我现在要开始使用了 我要开始使用了 大家想一想 比如说 我现在要怎么用它呢 我们可以这样 起个名字叫T 对吧 随便起的 T X 我可不可以用 我不用X 我直接存个Y吧 我存Y的时候呢 我是存 12345678 然后呢 我存完了 存完的时候呢 我在这里边 我要把这个Y给打印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对吧 我打印的时候呢 也打印16进制 T.Y T.Y 不能直接写Y 跟用结构体是一样的 大家能不能看懂 刚才写的那个代码 能看懂是吧 那我现在要用了啊 我用一下 F7 F5 执行 我们观察一下结果 12345678 这个结果大家都能接受 那么我换一下 比如说我存的明明是Y啊 我现在要打印X 你们说我能不能把X打印出来呢 打印出来的是啥 打印出来的是一字节 那你们再想一想 存的时候是怎么存的 存的时候是怎么存的 一二 是一二吗 印的类型我们读的时候呢 它是怎么生成的 是不是高位在前低位在后啊 那你要往里边存的时候 它也是这样的嘛 对吧 所以存的时候是七八五六三四一二 对不对 那我现在如果要通过一个类型 一个字节往处取的时候 那我取出来的是一二还是七八呢 大家想一想 你们再写一遍 想成寄存器了 所以呢 我们运行一下 看看结果 大家看到了是七八 能不能理解这个结构体是什么东西了 不是结构体啊 联合体啊 联合体 那么我在这里边说一下联合体的几个特点 因为我们解析 后面解析的时候要用到 看到这东西了 所以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联合体的成员 大家注意是共享内存空间的 这个刚才我已经给大家写实过了 你这里边你看着我定义的是两个成员 但实际上它分空间的时候 它是按最大的那个分 对吧 按最大那个分 你比如说像这个 我就分了四个字节的空间 那你要按英特读 那我就把它读四个字节的 那你要按差读 那我就读一个字节的 对吧 所以我们之前学过汇编 现在在理解这种东西 比较EZ了 然后呢 联合体内的空间大小 是这个联合体成员中 对内存空间要求最大的那个 对吧 这个我们刚才也猜到了 然后呢 联合体成员最多只有一个有效成员 最多只有一个有效成员 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怎么去理解 你千万不要理解成 能用X不能用Y 不要这么去理解 只能有一个成员指的是什么 他只按一个成员来操作 你不要以为什么呢 就是说我给你印的分完了 我我我我给你X分完了 我Y也分 不是这样的 所以他这句话呢 容易产生歧异 大家发现没有 刚才我存的时候 我存的时候 存的是Y 但我取的时候 我按X取 他也是可以的 那两个成员我都用了 那怎么能说一个成员有效呢 其实他说一个成员有效 指的是什么 空间分配上是只有一个成员有效的 也就是他是不会给你分俩成员的 对吧 这个呢就是联合体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 我说这两个东西的意义 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 他俩有什么不同 你们猜测一下 他俩有什么不同 能不能看出来 他俩有什么不同的 类型变量 寒言表达非常准确 而且还简洁 是吧 对 是的 咱们试一下 刚才呢 我给大家演示的是这种 对不对 我给大家演示的是这种 那么现在呢 我换了 我换了 就是说我这块不写了 我不写了 我把它放到这 我把它放到这了 那放到这意味着什么呢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如果我要把它放到这了 我可以直接拿过来用 直接就点X 或者点Y 复值了 大家观察一下 0X12345678 F7 执行 这个就不能叫T了 因为没有T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这样写的话 实际上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我定义了一个 匿名的联合体 它没有名字 然后呢 我同时创建了一个变量 那也就是说 它现在是变量名了 如果你要把它放到这的话 它相当于什么呢 它相当于类型的名字 也就是说 我定义了一个新的类型 叫它 对吧 那么如果我把它放到这呢 那就是说 我定义了一个新的类型 这个类型呢 因为我只用这一次 我没起名字 对不对 是匿名的 然后呢 我用这个类型呢 声明了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呢 叫Text它 大家能理解吗 先别着急啊 先别着急 咱一个一个来 我这样写是可以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我们拿着结构体 对比一下 大家可能就更好理解了 那说结构体可以这样用吗 你们先猜一下 你觉得能不能 你们说能不能 如果你觉得能 啊 你们都说能了 那我还用试吗 你们说我是不是试 你们都说能了 不知声的 试一下吧 可以的 来 我们现在把它换成结构体 对吧 比如说我写 student 那么大家注意 我如果这样写的话 我这个student是个什么呢 它是个类型 对不对 它是个类型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边 比如说 我拿这个类型去复制 X 我直接给它一个10 我F7一下编译 它肯定编译不过去的 对不对 编译不过去的 所以呢 如果我这样写的话 因为现在X是什么 这个student 它是一个结构体的类型 它既然是类型的话 那我用的时候 就这样用 对不对 这是类型 这是我新定义的一个变量 所以呢 我得这么写 XS的 X等于10 F7编译通过了 这个大家能接受吧 然后呢 我再来 我再来 比如说 我现在不这么写了 我不这么写了 我把它写到这 看见了吗 我把它写到这 然后呢 我直接编译 F7 编译失败了 对吧 编译失败 编译7也懵了 他说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但是呢 我如果直接把它当成变量来用 我再F7 观察一下 通没通过 通过了 能看懂吗 大家 所以结构体也是可以这样写的 对吧 那也就说 以后呢 我们再见到这种东西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知道 谁是类型 谁是变量 别当时我写晕了 给自己写晕了 那么 回来 继续 那你比如说 这两个结构体 这两个结构体 我如果这样写的话 拿过来 放到这个位置 放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我们再测试一下 再测试一下 比如说 现在呢 它是一个类型 对不对 它是一个类型 然后呢 放到这呢 就说明我定义了一个新的类型 联合类型的 没起名字 这个呢 是一个变量 那我现在要使用这个变量了 比如说 我给它的这个Y 负了一个值 0X12345678 对不对 那我打印的时候 我打印的时候 我直接打印这个Y 行不行 我直接 直接打印它 不是打印Y 打印Y肯定不行 对吧 我直接打印它 可不可以 大家看一下 我编译是通过的 编译是通过的 那编译通过了 那我运行的时候 它到底是运行一个一个字节呢 还是四个字节呢 我们再来一下 对吧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12345678 5678 那你们现在有什么感想 其实我们说过汇编的人 在学这个很简单了 对吧 什么是联合体啊 不就是一块共享内存吗 你想用哪个用哪个 对不对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呢 这个联合体 联合体 有的时候呢 这里边类型 还可以写成一样的 对吧 你比如说我这写个印 这写个印 我这样写完全是可以的 完全是可以的 大家想一想 如果从正常 从内存使用的角度讲 我这样写 有没有任何意义了 比如说我定义了一个联合体 两个都是印的类型的 对吧 一个叫X 一个叫Y 那我这样写 如果从内存角度 有没有意义了 内存使用的角度 没有意义 因为什么呢 你想一想X和Y的宽度都是4 无论你是用X还是用Y 它都是用四个字节 而且虽然你定义的是两个属性 对吧 虽然你定义的是两个成员 但它真正使用的时候呢 是按一个成员去用的 那么我为什么 那我为什么还要定义两个呢 实际上就是为了可读性更好 为了可读性更好 比如说我这两个 一个是学号 一个是存学号的 一个是存身份证号的 那么他俩需要的字节呢 都是四个字节 都是四个字节 那这样的话呢 在我们使用的时候 比如说那我就知道了 OK那我这次存的是学号 那我就存他里 对不对 那我如果存身份证号的话 那我就存他里 这纯粹是从使用那个角度来说的 也就是纯粹是为了可读性的角度来说的 可读性更好 看起来更加清晰 对吧 这个就能跟内存使用就没有关系了 对 其实都是那块内存 然后呢 这块大家看懂了以后呢 我们接下来往后要走了 往后要走了 我先给大家看一块结构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 呃 先回想一下 昨天我们解析PE头的时候 都有哪些内容 咱们复习一下 对吧 一个PE文件 第一个是谁呢 是不是DOS投 对不对 DOS投完了是什么 DOS投完了是什么 通过DOS投 对 DOS投中间呢 有一堆数据 没有意义的 对吧 没有意义的数据 然后呢 DOS投的最后一个属性 指向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指向了一个偏移 一个文件中的偏移 通过这个偏移呢 能找到NP 能找到NP 这个NP呢 包含了三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个四字节的 四字节的 那也就是说 这个四字节里边 存储的是什么呢 存储的是一个PE的标识 然后呢 在这个NP后边 NP后边是标准的PE头 对不对 NP啊 NP头包括什么 包括这个标识 标准的PE头 还有什么呀 还有一个可选PE头 大家一定要弄清楚 它们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NP头 包括了这样一个标记 然后呢 标准PE头 还有什么 还有可选PE头 对吧 所以呢 我们解析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忽略这个NP头 忽略这个NP头 对吧 我们找的时候 因为倒数通过一巴 那个偏移以后 找到的时候 我们直接就分析它的内容了 你先找到的呢 是PE的标识 PE标识找完了以后 是谁呢 是标准PE头 标准PE头 找完了以后是什么呀 是可选PE头 是可选PE头 那么 找到可选PE头了 大家记不记得 那我再问你们一下吧 这个标准PE头 它的大小是确定的 对吧 那可选PE头 它的大小是怎么样的 确不确定 可选PE头的大小确不确定 其他人也要 也要积极响应啊 不确定 不确定 那也就是说 如果在32位的这个平台上面呢 这个可选PE头 它的大小是多少 你们写一下 没人知道吗 昨天咱们可是讲过的 你们得记呀 不记不行 可选PE头 它的大小是E0 E0 就这个OptionPE E0 32位的 如果是64位的 它是F0 是F0 记住这个E0 因为我们后面解析 经常会用到它 E0等于多少个字节呢 如果一行是16个 它有多少行呢 16乘以14 有14行 14行 也就是14行 你们可以算一下 14乘以16是多少 10进制的 14 乘以16 等于224 转成16进制 是E0 你们后面肯定没练 要不然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后面没查对吧 今天我们就要查了 记住了 记住了 那么我们今天是不是接下来要讲 要讲解表了 解表了 我一会给大家画一下解表是啥 然后呢 我先领大家看一下什么呢 对 先看解表吧 先看解表吧 否则的话呢 大家可能不清楚 解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看一下这张图 这是DOS头 这是标准PE头 这是可选PE头 然后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一个的结呀 这个图大家能不能看懂 今天这么早就开课了 早吗 咱们每天都是七点半开课吧 大家能看懂这个程序吧 那你比如说这里边 这我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说你看啊 你这个PE里边的数据呢 在内存中也好 在文件中也好 它都是一段一段存储的 对吧 每一段呢 我们称为一个结 不是八点哦 是七点半 一直都是七点半哦 每一段 每一段都是一个结 每一段都是一个结 对吧 那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的 说谁规定的 你一定要从这开始 你有多大 你在内存中从哪开始 对不对 你有多大 我这么说大家能理解吗 你们知道我的疑问是什么吗 我们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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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PE文件在内存中存储的时候 它是一段一段存的 但是我能不能说随心所欲的想存哪就存哪 对 麦洛克说的好 说谁来管理 大家想一想 你这个东西肯定不是随心所欲存的 那样不乱套了吗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 必须要有一些东西来描述它 应该存在哪里 对不对 你在内存中应该存在 在内存中应该存在哪里 在硬盘上应该存在哪里 所以呢 这块的概念 大家千万不要混 我们管这种东西 我鼠标选中的 这一段一段的数据 称为什么 称为结 称为结 那么什么是结表呢 结表就是 这对于这种结的描述性信息 对吧 描述性信息 如果说结是我们书里边的每页具体的内容 那结表就相当于什么 你们说结表相当于什么 是不是相当于目录啊 对吧 相当于目录 那大家想一想 你这个目录你要不要好好研究一下啊 能理解我的意思吧 比如说我们 我们以前看书 或者说你现在买一本很好的 一本计算机方面的书 对吧 叫Windows内核轻易飞机 你拿到手以后 你第一件事情干什么 你是直接翻到285页 看看那块讲的是啥吗 肯定不是啊 你首先会干什么呀 你首先就研究他的目录 七天精通系列 我都知道有21天精通系列 但我不知道有七天精通系列 对吧 所以呢 我们首先一定是研究他的目录的 研究他的目录 那你像这种什么 盗子头啊 劈头啊 可选劈头啊 他相当于什么 他相当于什么 是不是相当于书 什么出版社是谁啊 出版社是谁 这个书干要信息是什么 然后前面作者写的各种感谢 对不对 感谢领导 感谢我的老婆孩子 能够给我腾出时间 然后让我完成这本书 我这本书主要针对的是什么 针对的是什么 呃 C语言 七天精通C语言的具体内容 懂我的意思吧 大家 那也就是说什么 盗子头 P头 标准 P头和可选P头呢 他相当于是对一本书 整体的一个描述 整体的一个描述 那么这个截表呢 也就是我们说这个目录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对整个这本书 做一个概要性的一个 一个比如说第一章是什么 第二章是什么 第三章是什么 大家能不能理解我想说什么 能理解吧 哎 那就是那我简单再再过一下啊 说也就是说你这些截 我们管这个叫截 千万不要混 这是截 不要把截跟截表弄混 你在内存中也好 在文件中也好 你的这些截是如何存储的 从哪里开始存储 存储到哪里 完全由谁来决定呢 是由截表来决定的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截表我们首先一定要学好截表 那么我们知道截表是干什么的了 然后呢 我们再去研究一下 说我怎么样去找这个截表呢 咱们一个一个来 你们怎么找的 到头 你们解析PE文件的时候 这两天大家已经开始解析PE文件了 对不对 你们是怎么解析的 到头 从开头 对 很简单 因为一个文件打开了就是到头 那你们怎么找PE头 标准PE头 怎么找到的 从开头 加偏移 对吧 加偏移 也就是那个F1μ 我现在不知道那个 那个是I还是L 我不管它是啥了 你们有没有人查过 它到底是I还是L 我记得应该是L 其实我以前查过 但是我早就忘了 对吧 那就是它里面存的一个值是偏移 这个偏移呢 就是从头开始查 你比如它里面存的是一巴 那就从头开始查 查一巴的字节 就找到谁了 就找到标准的PE头了 对不对 那我再问你们 找到标准的PE头了以后 我怎么去找可选PE头 PE的结束位置 对 其实大家应该知道PE的结束 大家知道PE后面紧跟的 是不是就是可选PE头啊 因为PE的大小是确定的 所以呢 我们找完PE解析完PE头以后 紧跟着的就是可选PE头嘛 对不对 那么可选PE头的大小 确不确定呢 可选PE头的大小不确定 不确定 那大家想一想 我现在画这个图 你们可能已经看到了 你们肯定已经看到了 比如说我现在又想找截表 我要找截表 你们说我应该怎么去计算 我第一段时间 肯定想得到DOS头了 对不对 有一个字段存储一个表的位置 有一个存储一个表的位置 非常遗憾 没有 没有 你们去想 我为什么让你们去思考的 因为这些东西在你写代码的时候 是非常容易犯错误的 你现在想也是想 等你做不出来的时候再想也是想 那那么不如现在就一起想 小李说的是对的 小李说的是对的 我告诉大家怎么去定位这个截表 定位截表 我们做一种假设 假设可选PE头的大小是确定的 那我们好找啊 对不对 那DOS头过去 直接把到 比如说我先找到文件头了 我加上DOS头的大小 再加上标准PE头的大小 再加上可选PE头的大小 我是不是直接就找到截表了 我这么说理解吗 大家 比如说这十字节 这二十字节 这三十字节 那我从这开始直接加六十字节 是不是就找到截表了 但问题是谁不确定啊 是可选PE头大小不确定 那我们如果想定位截表的话 今天怎么定位了 你先找到DOS头 找完DOS头以后呢 找什么呀 找标准PE头 标准PE头 大家是不是记不记得标准PE头里边 存了一个成员 我不知道你们是能不能记住 咱们这段时间学的知识的会非常多 容量很大 标准PE头里边存了一个成员 这个成员叫什么呀 叫Sight of Option Hand Sight of Option Hand 就是可选PE头的大小 想不想起来大家 已经忘了 肯定忘了 对吧 我给你们看一眼 这个忘很正常 先跟他建立起友好的关系 对吧 见得他很深刻 对 没有那Option 对 没有那Option 大家看一下 你看啊 这个是什么 这是DOS头 DOS头完了以后 我们这个是不是就标准的 那个PE头了 在标准PE头里边有有Sight of Option Hand 大家看到这个属性了吗 这个成员了吧 看见了吧 那这个成员里边存的是什么 存的是不是就是可选头的大小 对不对 他存了可选头的大小了 那这就这就是说 当我们在解析这个文件 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想找解表的话 那我就知道怎么找了 我直接干什么呢 我直接找到标准PE头里边的那个成员 我看看他是多大 比如说在32位里边 他不是一零吗 他的大小不是一零吗 那他的大小如果是一零的话 那OK 我就开始加了 那大家告诉我 我加多少 能直接加到解表人 我从头加多少 能直接加到解表人 我看你们背不背 我之前给你们留过练习 我让你们统计各个表的 各个头的大小了 DOS头的大小 加上PE头的大小 再加上Option PE头的大小 从头开始 我把这三个一加 加完了以后 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找到解表了 能不能听懂大家 那听懂吧 那知道怎么样定位解表了 那我们接下来再说 接下来再说 你们听到表的时候有什么概念 有什么想法吗 表 听到表的时候有什么想法吗 表格 表格有什么特征 成堆的 对 它是遵守一定的结构的 是线性的 反应的很快 对吧 所以大家记住 这个解表 解表里边 你们说的都对 首先 它是线性的 数组就是一种线性的结构 也就是这个里面存储的解表 那它是一个挨着一个挨着一个挨着一个牌的 一个一个牌的 对吧 而且表里边一般说说表了 它里边的数据肯定不止一个 肯定不止一个 那么也就是说这块 你看我用鼠标选中的这块 它虽然叫结表 但是它里边可能包含多个 那你有几个结 那我这块就有几个结表 来描述每一个结的信息 懂我的意思吧 大家 那你看我们以前解析头的造线头 那就一个 对不对 那P头也是一个 可选P头呢 也是一个 但是到结表的这块就不一定了 就不一定了 那我再考你们一个问题 那既然我说不一定了 那我怎么知道你这个这一堆 大家都知道在二斤志里边 这些数据也一排一排的 对不对 都是在一块堆着的 那在一块堆着 我怎么能确定从这个位置开始 一共有几个结表呢 这一个是两个 是三个还是四个 是五个还是六个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怎么样确定它的位置了 那我怎么能知道 你这里边有几个呢 结构体数组 结构体数组 十五个 结构体数组 十五个 你没听明白 什么意思 每个结表大小一样 大小肯定一样 大小肯定是一样的 对吧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我怎么知道多少个 对不对 问题暴露了 你看 刚才CMP 哇 十六个 十六个 谁说十六个 十六个 什么是十六个呀 你们记不记得 昨天我让你们做练习的时候 是先做倒筹 然后解析标准批一头 最后是不是让你们做可选批一头啊 大家有印象吧 我让你们解析可选批一头的时候 它的最后一个属性 里边存的只是多少 最后一个属性 不是最后一个属性 你们过来看一下 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 咱们昨天解析的时候 是不是这是标准批一头 我们解析过了 然后呢 我们有解析可选批一头 对不对 可选批一头里边 我是不是让你们解析到这个属性 就是number of rva and set 有印象吗 大家 有印象吗 是number of rva set 那这个里边存的只是什么 你们只要解析过了 应该都知道 它里边存的是不是10h啊 10h是16进制的 那就是16 16 那么他说的16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的16指的是 下边的这个结构体有16个 这个结构体在这呢 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东西 听明白了吗 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东西 我今天要讲的东西 在这呢 在这呢 简单说这是0pe 什么意思 我再强调一遍啊 大家注意啊 我昨天让你们解析完可选批一头的时候 是不是你们解析完这个属性了 解析完这个属性呢 后边还有一堆属性呢 它还有一堆属性呢 这堆属性我们不管了 跳过去 听明白了吗 昨天你们解析可选批一头的时候 解析到倒数第二个属性 就是number of rva and set 其实呢 在可选批一头里边 还有一堆结构呢 有16个 有16个结构体 每个结构体占了8个字节 都在这个里边呢 我们不管了 我们跳过去 不要他了 不看他了 明白了吗 把他跳过去 直接跳到哪里去了 直接跳到结表 也就是我们的可选批一头 咱们先不看 因为看那块会挂掉的 对吧 看那块会挂掉的 咱们先不看他 知道吧 这块我们最后会说的 那我们直接跳到哪里去了 跳到结表 结表在这个位置 对吧 也那也就是说可选批一头 我们只学了一半 还有一个 还有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 我们没有学 咱们先不管 跳过去了 直接跳到哪里了 跳到结表 懂我的意思吧 大家 大家现在弄不弄清楚 我们现在学了 学的是什么 知道我们跳哪里去了 你看一下这张图 看下这张图 从上面 DOS DOS头 DOS头下边紧接着 是不是就是NT头 NT头里边包括一个标记 就是那个PE标记 然后紧接着这行是什么 这一堆实际上 是标准PE头 标准PE头 下边又来了一堆 这一堆是什么 是可选P头 对不对 那可选P头下边呢 就是我们要学的什么了 截表 所以我们今天学的东西 是他后边的是截表 那你们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我刚才提了截表里边 你看截表是这样的 大家能不能看懂这个标记 他说了这里边有一个两个 后边还有省略号三个 也就是他可能有多个 那我们怎么能确定 后面到底有几个截表 怎么能确定 确实有一个地方已经存了 我们有几个截 有几个截就有几个截表 你们猜一猜 那个属性叫什么 number of section 小李记得非常不错 在哪个在哪个头里呢 你再说一遍就完美了 number of section 在哪个头里 fail头 对的 标准PE头 对吧 大家过来看一下标准P头里边的 第二个成员叫什么 叫number of sections 翻译一下什么意思 number是数量 sections就是结 那么这个成员的意思就是 结的数量 结的数量 那么大家现在应该明白了吧 当我把倒数解析完 标准P头解析完 可选P头解析完 紧跟的是不是就是截表 那么每个截表 每个这个文件里面 到底有几个解析 也就是下面这种结构 它到底有几个 由谁决定的 由谁决定的 是由这个number of section 决定的 我为什么给你们看这些东西 给你们讲这些东西 你们现在是解析 你比如说昨天 你们之前 如果说解析的是可选P头 或者说是标准P头 那么直接按照这个属性 一指 是不是就打印出来了 但是你们今天回去要做的事情 是什么 你要把所有的解表信息 给打印出来 那截表里边就有好几个的 有好几个截表呢 那你首先得知道有几个截表 你得写个循环 对不对 你循环的时候 你循环次数 到底循环多少次呢 由谁决定 非常关键的那个循环条件 就是number of sections 大家听懂了吗 听懂的扣译 对吧 那也就是说这个截表 这个截表 这个截表到底有几个 是由这个成员决定的 那OK 这块如果大家能理解了以后呢 我再给大家讲一下 说这个截表到底是什么样的 截表是什么样的 看这儿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成员 看一下这个成员 这个是我从windows windows 那个投文件里边抠出来的 这个代码陌生吗 不陌生吗 这就是一个红 这就是一个红 对吧 那这个红的定义了一个名字 是8 是8 然后呢 现在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windows里面定义的 关于截表的这个结构 大家看一下第一个成员 第一个成员叫nim 叫nim 前排这个byte是字节 是字节 那么你们现在告诉我 第一个成员 占了多少个字节 8个字节 其他人也要积极踊跃啊 积极踊跃往里边写 不要在那里听 哪怕错了 没关系 所以你们解析这个截表的时候 第一个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把这查错了 你看字节 查一个就跳过去了 那能行吗 你别忘了 他的第一个成员名字 是有8个字节的 8个字节的 那么这8个字节 8个字节里边存的是什么 8个字节里边存的是什么呢 名字 对 因为每一个节都有名字 比如说我们知道的 点 t t t st 对吧 点 还有什么点 data等等 这个名字是无所谓的 你可以随便改 你想叫什么就叫什么 如果你不改的话 编译器在生成的时候 会给你生成一些名字 固定的名字 对吧 但我们要知道这个名字是可以改的 然后呢 我得说一下这个名字 它有一个特点 因为如果你们不了解这个特点的话 写电力的时候 可能就会写出一些不安全的代码 那么大家注意观察 它这里边呢 有8个字节 有8个字节 8个字节呢 它正常情况下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ASCO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ASCO里边的字符刷有什么特点 ASCO编码的字符刷有什么特点 你前面可能写了很多个数 但他最后一定是怎么样啊 一个这个东西结尾的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写符号的话是以他结尾的 在内存中就是以什么结尾的 就是零 就是以零结尾 那么正常情况下呢 它是以以这个零结尾的 但是没有固定要求 没有固定要求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编译器在生成这个名字的时候 你本来不就占8个字节吗 他可能把这8个字节全堆上字母了 没有零 没有零的位置 能理解吗 你们知道我在说啥吗 大家 那如果你们理解我说什么了 你们说一下 如果我们在解析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越界 对的 比如说因为你知道吗 你解析的时候 你肯定能知道他就是个名字 对吧 他就是个名字 所以呢 你可能把一个指针给他 指完了以后 直接就付给一个死追 我就往处打了 打印的时候就出事了 因为他什么呢 编译器 如果说编译器写的这个字母比较少的话 他后边就给你怎么样了 就给你带零了 但是如果他他编译器给的值 把这8个字节写满了 写满的时候就需要我们自己去处理 懂我的意思吗 大家需要我们自己去处理 你不能用插形直接指向他 对的 需要我们自己处理 那为了保证安全 我们在读这个名字的时候 大家应该自己创建一个数组 创建一个插形的数组 你这个数组长度是几呢 长度是8还是9啊 8还是9啊 你是不是应该创建一个长度为9的数组啊 对不对 创建一个长度为9的数组 然后你把这个字节 尻过来 有几个字节 尻几个字节 那你比如说我这个字节 我这个字节里边就用了4个 用4个无所谓啊 你尻过来4个 你这个你这个数组里边 插形数组里边 你后边是不是都是0啊 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 解析的时候就不会出问题了 那么大家记住啊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一般情况下 它是不会把这拔个字节 全写成字母的 如果你用插形 比如说你用插形这么指向他 对吧 假设我这个字节里边 我现在存的是什么呢 我存的是tags的 大家懂我的意思吧 比如说我这个节的名字 我写的是tags的 那点txt 如果我这么写的话 它在这八个字节里边是怎么排列的呢 它首先占了几个呀 比如说一个点占一个 t占一个 呃 e占一个 x占一个 t占一个 它占了五个字节 然后后边呢 是不是就是零了 后边就是零了 那么 你如果用插形 直接指向这个位置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直接用插形 指向这个位置 指向这个位置 我如果打印的话 不会出问题 为什么说不会出问题呢 因为你前面这四个 前面这四个打完了 你后面是不是零啊 所以没有问题 但是呢 极端情况 极端情况 我现在给大家说极端情况 极端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编辑生成的这个节的名字 它比较长 它把八个字节都占了 你看我现在占的是五个字节 对吧 那我再写三个 我再写三个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想一想 你的内存中会出现什么情况 比如说你的第一个字节 第二个字节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第七个 第八个 你把这八个都占了 你把这八个都占了 你现在如果直接把它付给插形的话 能懂啥意思吗 大家 你把它直接付给插形 那么当我在打印插形的时候 这个插形一直会往那找 一直会往后找 一直找到零为止 那我找到三三字的时候 实际上名字已经解析完了 但它后面不是零 它不是零 那我就一直往后找 找完了以后 就有可能找出挺难写的那一串乱码了 小李能不能理解我现在说的 所以呢 我们关于这个字段 我们在解析的时候 不来用插形直接指它 对吧 我们自己创建个数组 然后把它里边的内容呢 copy到我们自己的数组里 然后你再去解析它 就安全了 因为操核系统就是这样干的 对吧 你看没看到 系统会截取拔子字节的长度进行处理 所以我们解析的时候 也要按照这种方式去处理它 那OK 这个第一个字段我们解析完了 它是占拔子字节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第二个成员 它的第二个成员的叫 MISK MISK 它是个什么东西 大家看一下 它是个什么东西 Union 联合体 对吧 联合体 它首先就是一个变量 听懂了吗 我这里面是不是在 在定 在声明一个变量 不是 我已经定义了 看不看到它这个Union是匿名的 所以相当于我这个MISK 是几个字节的 我这MISK是几个字节的 MISD 是四个字节 因为这里边有两个D word的 对不对 两个D word的 但是我实际上我真正用的就是四个字节 那么微软之所以这样去定义 它是为了可读性更好 比如说你有些时候 可能用这个属性看起来更加直观 有些时候可能是用这个属性看起来更加直观 所以你们如果查PE相关的材料的时候 尤其是查到杰表这块你会发现有的文章里边用的是这个名字 然后有的文章里边用的就是这个名字 我们统一用什么 用MISK 对吧 我后面讲的讲的这个成员的时候 我就会直接说是MISK 能接受吧大家 那这个是杰的名字 那这个MISK是个什么东西呢 MISK是个什么东西呢 他指的是大家注意到双字是该节在没有对齐前的真实尺寸 这能听啊 是该节在没有对齐前的真实尺寸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这个程序在内存中是分成一段一段的 对不对 分成一段一段的 那我们是不是也知道这个PE呢 在程序中等一会儿给你解释可以可以不准确 呃我们的程序在PE中 他有文件对齐和内存对齐 能理解吗 比如说文件对齐是200 因为以前的编辑器文件对齐都是200 200H啊 200H 那假设我现在我这个这一段 我这一段里边的数据 我就占了一个字节 那你说他给我分多少 那假设我占了100201个字节 他给我分多少 嗯 很好 那如果在内存中呢 一个字节给我分多少 他这一段程序 1000 好的 这个概念大家理解的很好 那你看啊 那现在你们能不能理解这个字段是啥意思 对齐前的大小 对齐前的大小也就是说 大家看一下我有鼠边选中的这个 我有鼠边选中的这个呢 他是在文件中对齐以后的大小 比如说文件中对齐以后的大小 我现在假设是200 然后这个呢是1000 这个不管的 因为他不舍得内存 只是说文件中的大小 那你们告诉我这个MISK是什么意思 是我鼠边选中的整个绿色的这一块吗 是不是这一块 真实的没有对齐前的数据 是的 铁台写的对就是从A到B这块距离 我这里边写的X代表的是他真正有数据的地方 那后边这对0是干嘛的 是不是纯粹是为了逆存对齐啊 纯粹逆存对齐 你们看一下这个红色 这块有个A 这块有个B 那么刚才那个成员就是从这到这是多少 这个成员里面理解 截表我给你们介绍了两个成员了 第一个成员的是name 占了八个字节 解析的时候要注意 他最后一个可能不是0 第二个成员是什么 是MISK 那么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他指的是在文件对齐前的实际的大小 实际的大小也就是说我这个节里边的数据 真正的数据是多少 能不能听懂大家 听懂的扣1 第二个成员听明白的 那OK 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这个成员我们理解了以后呢 后边还有一句话 该值可以不准确 什么叫不准确呢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什么叫不准确 你就明白了 对吧 我们学PE学什么 如果你们仅仅是随便找一本PE的书 照着8解析一下 那就没有意义了 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哪些成员是可以改的 哪些成员不可以改 哪些成员当文件变的时候 必须知道改哪个属性 才不会出现不是Win32程序这种错误 对不对 哪些成员改错了也无所谓 咱们得研究啊 刚才我给你们讲的截表了 咱们先看一下 我先领你们找一下 手动怎么找这个手动怎么找那个截截表 对吧 到时候直接走到哪呢 走到18这儿 到时候解析完了 解析完了是不是直接跳到18了 18对应的是谁啊 对应的是PE PE PE后面紧跟20个 就是标准的PE头过去了 标准PE头后面紧跟的是什么 是可选PE头 可选PE头是10个 10个有多少行 是14行 能跟上吗大家 能跟上吗 知道我怎么找的了吧 查14个 一个 看一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我现在选中的 是不是这个可选PE头已经过去了 可选PE头过去了以后 我们接下来的是不是就是截表 接下来的就是截表 那我如果想看一看 我有几个截表应该怎么看 PE头里边的第二个成员 PE头在哪呢 你过去找一下 这是那个PE标记 14C 14C 是不是就是PE里边的第一个成员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PE里边的第二个成员 0004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PE表 PE PE表 这个截表一共有四个 一共有四个 对吧 那我们先 先我 刚才我们找到这个截表了 在这开始 咱们讲过几个成员了 咱们讲过几个成员了 截表里边的成员 我讲了几个了 讲了两个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截表的名字 所以我们找一下啊 几个字节 截表的名字 几个字节 写一下 几个字节 八个 那我们开始查了啊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大家看到了吗 这八个就是截表的名字 叫点text 叫点text 第二个成员是什么 第二个成员是什么 里边存储的 是不是就是当前这个节 真实的数据有多少 大家观察 我第二个成员里边是在四个字节吗 在四个字节 如果我们现在把它转成 整数来念出来的话 应该是 你们念一下 这个值 你们写一下 这个值应该是多少 019722 对的 那你看啊 现在我把这几个值干掉 注意观察啊 看见了吗 我把它抹成零了 抹成零了以后呢 我点可求S 看我这附件啊 保存了 保存完了 保存完了以后呢 我双击它立行 使用正常 使用正常 大家看不看到 那也就是说 这个值我可不可以干掉呢 这个值是可以的 那么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这个程序是标准的 编译器编译完的时候 没有别人改 那么它里边存储的值是准确的 但是如果被别的软件加工过 或者被动过手脚 那它就有可能是不准确的 对吧 第二个成员我们说完了 我们接下来说一下第三个成员 第三个成员 第三个成员指的是什么呢 叫VCU address VCU address 大家看一下 你们以后见到这种叫什么VCU 什么什么adress之类的东西 不管在哪里边见到 你都要明白 它说的是不是在文件中的地址 不是 是在内存中 而且它是一个相对的偏移 你们能不能理解相对偏移是啥意思 比如说这个里边存了个值是1000 是100 那么它真正在内存中存储的值是多少 如果这个里边存的值是100的话 对 对 白盖水写的是对的 但是要注意不见的一定是4000 所以我们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加上image base 那也就是说我们以后见到这个值了 我告诉你们怎么去记 你见到它了 你就这样去记 它离image base多远 对吧 你里边如果是1000那就是它离这个image base有1000个字节就OK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visual address是什么概念对吧 visual address这个成员 大家能不能理解fail buffer跟image buffer的概念 能不能理解 这个是没有拉伸前的 对不对 这个是拉伸后的 这个拉伸后的 所以呢 我们说那个visual address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比如说这个位置 假设这个位置是image base的话 那么他跟他的距离为什么呀 为刚才里边写的那个地方 听懂了吗 也就是说这个visual address指的是从这个image base到这块 到这个他的这个位置有多远 对吧 这个成员有没有什么疑问了大家 有疑问的可以问一下 没有疑问我继续往后说了啊 然后我们再说一个成员 这个成员叫什么呢 叫size of rav date size of rav date 那么他指的是什么 节在文件中对齐后的尺寸 那么我如果拽在这个图里边 你们告诉我 刚才那个东西是啥 在文件中我们肯定只看这了 不看右边那个了 对不对 那这块从a到b我们说了是messic 对吧 messic的大小 那整个绿色这一块 整个绿色这一块 对 就是谁啊 就是size of rav date 的大小 因为这里边的这些恶心的成员太多了 我们一定要把它了解的特别清楚 才方便我们后边的学习 这个学完了以后呢 中间有四个成员 大家看到了 除了对asc没用的就是调试用到的东西 在我们正常编译完的asc文件里边你们看到的这四个成员都是零都是零 所以呢我标黄的这些地方咱们是可以直接跳过的不用管它 但是你跳的时候得注意一下你别跳过线了 你要知道这个成员跟这个成员都是四字结的 但是这个成员跟这个成员是两个字结的 也就是他们四个加起来才十二个字结 听懂了吗大家 那我们过来看一下这张图 看一下这张图 比如说一个截表 一个截表呢 截表的结构是这样的 第一个就是一个内幕属性 他占拔的字结 他占拔的字结 对吧这个内幕属性的是随便起的 是编细加上去的也是可以随便改的 然后他指的是当前这一段程序 就是给给后边他指向的那段程序起个名字 对吧起个名字 然后呢这个misc指的就是什么呢 指的是这这个结里边的数据 真正真实的数据有多少个真实的数据 那么第一个属性占八个字结 第二个属性占四个字结 第三个属性呢指的是他离image base有多远 对吧 他离这个image base有多远 那么这是第三个属性 第三个属性完了以后 第四个属性呢 就是说你当前的这个结在内存中的对齐大小 对齐后的大小 比如说我在文件中我这个结的数据是132 H和自己那么文件对齐如果是200的话 那这个值就是200 那如果在文件中对齐是100的话 那么他这个值的大小就是100 等我的意思吗 大家 能理解吧 然后呢 这个成员是什么意思 这个成员我们解释完了 这个成员有没有问题 第五个成员在文件中的偏移 而不是第四个成员文件中对齐后的尺寸 有没有问题 小李说为什么要这样算 我我没太清楚你说的为什么要哪样算 为什么要哪样算 对齐是吗 你昨天听了吗 昨天听没听课 速度吧 对吧 就是速度 文数字对齐了以后 可以便于他执行 程序执行了速度 对就是一种空间换时间的概念 大家想一想 咱们从微观上讲 咱们以前学过数据 学过结构体 结构体里边的那个成员 结构体里边那个成员 都是按什么对齐的 对吧 都是按字节对齐的 对吧 跟结构对齐是一个道理 然后呢 没有达到一千捐一千算 是因为什么呢 那要不然你怎么去理解对齐的概念呢 那你想一想 一本书上 比如说你看了一本小说 最后一个页上就剩一个字了 就是一个字 你给不给他分一页呢 你是给他分一页啊 你还是给他只分一个字的大小 小李听没听明白 你是指个你给他 对吧 你肯定要给他分一页 给他分一整页 在上面就写了一个字 这就是对齐的思想 那一样的 那你比如说 你看我这个节 我这个节里边存的数据 就是从A到B这 对吧 从A到B这 假设有132个字节 但是呢 文件对齐的大小 如果是200的话 我不能真给他分132个 那我必须得给他分200H 我说的都是十六尽致的 分200H 对不对 那文件对齐 到底是200还是1000 是100准确的读法 不能读成1000 应该读成100H 或者200H 那么在哪里边有记录 在头里边 是不是有一个地方 已经告诉我们了 他是200对齐的 200对齐的 还是10000对齐的 对不对 那如果你在文件中的 对齐也是1000 所以呢 我这块给他分的值 就必须是对齐以后的值 这会理解了吧 就好比100为单元的数组 有三个 便利三次就便利完 对的 就是这个意思 我告诉大家 这种对齐的思想 对齐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我昨天跟你们提过 这个PE文件里边 PE文件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EXE 是不是只有一个PE文件组成的 你们说一下 是不是只有一个PE文件组成 不是 对吧 他有很多个PE文件组成 那么每个PE文件 我们称为一个模块 对吧 那么他这个模块跟模块之间 也是要对齐的 也是要对齐的 那为什么他要对齐呢 因为操作系统 便利模块的时候 非常快 对吧 就像我们走路的时候 一步卖多少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他要便利模块的时候 他就一步便利一个 一步便利一个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那这是这是红管上的 模块需要对齐 那我们在内存中的 这个那这个数据 一大块一大块的之间 他们之间也要有一个对齐 对不对 然后呢 最再小一点 涉及到这些数据里边的 一个小的元素 哪怕是一个普通的结构 那么他是不是也有一种 对齐的思想 对吧 所以这种思想呢 都是一脉相承的 就是一种用空间 换时间的一种思想 所以你理解这种思想了以后 你以后再见到 对齐这种东西 你就不觉得奇怪了 那么我继续说一下 这个size of 大家应该知道 这里边存的是什么 存的是在文件中 这一节数据 对齐后的大小 对齐后的大小 比如说我现在的文件 对齐是200 我以后不说200了 读得太费劲了 但你们注意我说200 或者说1000的时候 说都是16进制的 那么如果我的文件 对齐是200 我里边存了123个数 123个字节的话 那这个里边的值 大家想一想 这里边的值是多少 是123对吧 那这个里边写的是多少 200 200 OK 很好 这块理解了 理解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第五个成员 第五个成员是指 截区在文件中的偏移 在文件中的偏移 什么叫在文件中的偏移 就是你这节数据 在文件中存在哪里 对吧 那这个偏移指的是什么 这个偏移就是他离头有多远 他离这个零 他离这个零有多远 因为我们在文件中解析 都是从零开始的 那也就是这个东西 离零有多远 那我说这个东西都是什么呢 都是文件对齐的整数倍 你们能理解吗 这个值一定是文件对齐的整数倍 这句话能不能理解 理解的扣一 我说这个里边存的值 都是文件对齐的整数倍 比如说文件对齐是200 那么他里边存的值应该是200 400 600 800 A C 对不对 A00C00应该是这样的 和他有什么区别 他指的是在文件中的偏移 他指的是离你的文件中的这个头有多远 但visual address不是 visual address指的是 但是在我们内存中 他离这个image base有多远 也就是说 如果文件对齐和内存对齐都是100的话 他俩的距离是一样的 但是 但是千万不要把他俩混到一起 他只在内存中 他只在文件中有意义 这个visual address只在内存中有意义 那你比如说哈 你比如说我现在要把这个文件 我要把这个数据 我要把这一我只把这一节的数据我要把它读出来 我要在文件中去读这段东西的时候 你想一想 我就就像我们之前写代码一样 我在文件中要去读这个值的时候 那你说我是看这个visual address呢 还是看还是看这个point to rav date呢 我看哪个值 对吧 肯定看p 那同样的道理 你们都用过什么 你们都用过这个这个od 对不对 那在od里边 od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内存的 就是读内存实际上 就是读内存 假设我要在 我要把内存种的数据 这段数据 我给他dump出来 对吧 你们听说过内存dump吧 内存dump 我没听过没关系 你就可以想象成是一种内存复制 对吧 就是把内存中的值复制出来 好理解吧 通足吧 那我如果想把内存中的这个值 把内存中的数据给他读出来 你们说我应该看哪个值 对的 所以大家要记住 这个东西 这个pointer 图什么什么 跟内存中无关 他跟文件中无关 那你要看你处理的这个东西 你要读的这个东西 是在内存中呢 还是在文件中 这个我们说完了 然后后边第六个 第七个 大家看不看到我标红的这个 这是第六个成员 这是这个成员 这是这个成员 对吧 然后这两个number 这两个number 大家看不看到我是 我这每个格代表四个字节 我中间给大家画了一条线 什么意思 就是这里边代表什么 两个成员 因为他是一个word 他也是一个word 他俩占了一个 他俩一共占了四个字节 所以我就把他俩放在一起了 那也就是说中间的四个成员 我们把它跳过 不管他 不管他 然后呢 还有一个成员 叫叫character 什么什么ristics 之类的 就是这个当前这个节的属性 当前这个节的属性 最后一个 就是当前这个节的属性 那这个节的属性 是什么概念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最后一个节的属性 我们首先观察一下 他占了多少 他占了 占了四个字节 我只是给你们看一下 我知道他占了四个字节 在这呢 大家看一下 占了四个字节 所以呢 我们现在每个节 每个节的大小 节表的大小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现在我们手动解析一下 一会儿再给你们看那个属性 一会儿再给你们看那个属性 现在我们来解析 刚才这个文件 你们已经看到了 他有几个节 大家告诉我几个节 四个节 对吧 四个节 那咱们一个一个来 先解析第一个节的 先找前八个 是谁呢 是text 对不对 他的名字 然后后边紧跟着四个字节 是不是让我们 让我给改了 这个里边存的是哪个 哪个成员 MIST 对吧 然后呢 紧接着他后边是什么 紧接着他后边是什么 这个东西是啥 visual address 对不对 在内存中的起始地址 那么这个过完了以后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什么东西 在内存中 对其后的大小 size of rav date 记住 那么这个完事了以后呢 后边紧跟着这个 这四个字节是什么东西 在文件中的偏移 在文件中的偏移 对吧 那你看 我们现在这个程序 是不是在文件中打开的 是在文件中打开的吧 在文件中打开的 我现在如果要找 因为每个截表都是用来描述一段什么的 都是描述一段真正的数据的 那我现在如果就想找他描述的那段数据在哪里 我应该怎么找 我应该看哪个成员 你们告诉我 看V那个 还是看哪个 还是看P那个 对吧 是不是就看这个成员 那你念一下这个成员写的是什么 0010 0010 是不是就是一千啊 一千 那你从这个头开始往后数 这不是零吗 你给我找到一千那个位置 一千 找没找到 看这了吗 大家 所以这个里边存的就是刚才那个结里边指向的数据 听懂了吗 大家 找到了吗 然后呢 你这个结里边一共有多少个有效数据 对吧 这个结对其后有多大 这个结放到内存中从哪里开始放 是不是都在结表里面有说明啊 还有就是你这个结到底有什么属性 结表里边是不是也说明了 只不过我还没说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结表里边有四个字节 大家想一想 结表四个字节 如果我要存16进制的数 能存多少个 16进制的数存多少个 四个字节 如果全是零的话是零零零零 四八三十二 是不是能存八个 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如果全是一的话 是不是也是八个 四个字节 我这里边的零或者F 每一个如果转化上二进制的话 什么概念 大家知道我在说啥吧 就是说这个节最后一个成员 他不有一个节的属性吗 他的属性 他一共占了32个位呢 对吧 32个位 然后呢 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如果这32个位全存零的话 那就是八个零 全存一的话 那就是八个F 这一个零和一个F 他代表的是什么 是16进制的 对吧 是16进制的 那OK 我们接下来要去 要去看一下 要去看一下 他分别代表什么 我们只需要关注几个就可以了 叫可读可写可执行 别的爱什么什么 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也不管 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查一查资料 拽进来了 拽进来了以后呢 点开PE文件结构 他这里边就是按照二进制解析的 一个一个解析的 我们直接拽到解表 大家看一下 先看一下几个解表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能解说吗 大家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对吧 那么第一个解表 是不是刚才我手动领带家查的 那个 我手动领带查的 那个有印象吗 那么他第一个八个字节 是不是叫tax的 他的第二个成员让我给干掉了 原来是有值的 让我给改成零了 能不能想起来 这个成员存储的是什么 第一 头把个字节存储的是不是名字 当前这个节的名字 能接受吧 然后的第二个成员存储的是 他这个里边 在内存中对齐前的长度 也就是你实际的那个数的长度 对吧 你看一下他这里边用的是visual size 用visual size的这个比较多 用这种描述的是最多的 然后呢 我们再往后走 这个指的是什么 在内存中的偏移 是不是就是那个visual address啊 他如果这个数据 如果拿到内存中 离这个image base有多远 对吧 然后呢 这个1A000指的是什么 在文件中对齐后的长度 大家注意 在文件中对齐后的长度 那么他的长度一定是100的整数倍 因为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程序里边 文件和内存都是1000对齐的 都是1000对齐的 所以呢 大家看到的一定也是1000的整数倍 这个能理解吗 所以从这里边 我们可以粗略的估算一下 这里边大概有多少数据了 它的长度是多少 然后紧接着在 在什么 这个是什么 在文件中的偏移 上面这个指的是在内存中的偏移 也就是离image base有多远 那这个是在文件中的偏移 也就是离那个零有多远 对吧 离文件头有多远 然后紧接着这四个成员 我们直接不管 给他过掉 然后最后一个成员 最后一个成员 他是有四个字节的 他有四个字节 那么他有什么样的属性呢 大家看一下 这四个字节里边存完的值是 6000020 看懂了吗 6000020 那60020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往下看 他这里边有说明的 大家看一下 他说如果你这个值是20的话 代表你这个节里边是包含可知性代码的 对吧 如果你这个值是40的话 那指的是你这个里边包含已经初始化的数据 那如果你这个值是80的话 那代表你这个里边包含未初始化的数据 大家能不能理解 现在我问你们能不能理解 这个20是怎么算出来的 因为他一共有32个位 你们知道吗 有32个位 他为什么整出20呢 20是什么概念 这不很简单吧 002016进制的20换成换成那个这个这个这个二进制 前面全是0 对不对 这个二转化成十进制 这个转化成这个二进制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0010 然后后边又是一个0 是不是又四个0 看懂了吗 大家 所以他这个20指的是什么 他这个20指的是那32位里边的第几位呢 一两三四五第六位 对不对 第六位如果为一的时候 他的值是不是就变成20了 大家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吧 那也就是说 这32他里边真正能使用的有32位 但他并不是每一位都用了 对 对吧 因为如果每一位都用了 刚才挺难已经说了 能代表32种属性的 他没有那么多属性 他只是用了其中的某一位 那所以呢 这种值 比如说当这个值是20的时候 你们如果要转成这个二进制的话 你应该知道是第几位 如果是40的话 转成二进制的话 你也应该知道是第几位 然后呢 我不一给大家念了 不一给大家念了 我们分析一下 你比如说他最后 他说当前这块 他的属性是60020 那60020 他是怎么来的呢 2020 只能是这个 对吧 只能是这个 因为只有这一个20吗 那说明这一节里面包含可知性代码 理解了吧 那那个6是谁呢 你看不看到他最高位是6啊 最高是最高位是6 那你再找一找 这个里面6代表什么 最高位有没有6 这里边有没有6 你们找找最高位有没有 没有 没有的话 其实不可能有6的 对吧 是4个2加起来 4个2加起来 那是什么概念呢 那就是该块可执行 因为他里面有代码 对吧 然后呢 该块可读 那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那第一个 这第一个节 他的属性就是什么呢 说他的属性就是 可执行 可读 里面有代码 那你们是不是就明白 他里面到底是啥东西了 听没听懂大家 也就是我分析完了以后 我立马就知道 你这段内存里到底有啥了 对吧 有代码 可读 可执行 那里面一定是代码断了 那你说这个名字靠谱吗 你们在网站看文章的时候 上来就有人说 给tax的里面是代码 靠谱吗 这么说 软件加过壳子以后 很有可能这个名字都没了 都可以改了 所以我们不要按照名字去区分 他这段到底 对 不要根据名字去区分 他这段到底是什么东西 而要根据他的属性去区分 对吧 那我刚才给大家分析了一个节 咱们继续回到十二进制这块 回到这 我刚才给大家解析的是 我看看从哪开始解析的 从 从这开始一直解析到 从这开始解析到这 解析到这 这是不是第一个解表的信息 我们一共有几个解析 一共有四个解析 在这个程序里面有四个解析 那你就可以查了第二个解析 就是从这开始到这 对不对 这是第二个解析的信息 能接受吧 大家 然后呢 第三个解析的信息 就是从这到这 对不对 第四个解析的信息 就是从这 到这 这四个解析 我们手动解析 就解析完了 你看一下他这个软件 当时写的时候 你注意观察吧 你看不看他最后的一个属性 如果我们读出来的话 是六零 零零 零零 二零 跟他写那个是不是一样的 然后你就去查呗 看看他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不就知道他有什么属性了吗 这是我们手动解析这个解析 然后呢 大家累坏了吧 这讲的时间太长了啊 休息吧 好吧 休息一会儿 回来我说一下作业 默奖 你今天没约吧 好 明天有约 我这录像录一录 开始录了哈 行 今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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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发现东西等多了 等多了 我安排一下练习啊 安排练习 咱们先停一停 要不然的话 要不然的话容易出事 对吧 不能心急得一步一步来 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留的练习是什么呢 就是手动解析这个解表吗 手动 啊 没有屏幕共享是吗 录像开了 录像开了 能看见多面吗 大家 大家看没看到 看没看到我之前刚才怎么给大家演示的那个解表是怎么解析的 因为你这块啊 你如果用手去查 你查不出来 那你用程序一定也写不出来 你用手去查的时候 你了解它的本质的原理是什么 然后你再通过程序去把它便利出来 对不对 我们今天的今天的练习 今天的练习是这样的 就是说 这个这个这个P加载过程不讲了 你们别写了 先别写了 咱们一个一个来吧 对吧 客户的练习 做两个就可以了 就做两个 我我我我修整一下内容 修整一下内容 你们找一个ESC 用那个notebook练 一会儿的 一会儿的 一会儿我给你想怎么定位 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让你们用notebook的练呢 notepad.exe 知道为什么用它的练吗 对因为notepad的对齐方式不一样 这个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PE结构 你不要拿那个飞鸽那个脸飞鸽的话 它对齐方式是一样的 然后大家干什么呢 你们看不看到我这里面画的这张图 点换右边这个就看左边这个 看见这张图了吗 看你这张图以后呢 你们做两件事情 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先用手工的方式 把这些地址全记录下来 你比如说 从哪开始是倒子头 可能是零嘛 从哪开始是PE头 从哪开始是可选PE头 从哪开始是截表 对吧 便找到截表了以后呢 用手工的方式查 查完了以后呢 确定截表里边的第一个截 第一个截是多少 然后呢 第一个截文件对齐以后是多少 多少 对吧 然后呢 再去查截表 截表里边的第二个截 文件文件起指位置是多少 然后呢 对齐前的指是多少 对齐后的指是多少 然后你把这张图给我画出来 大家能不能看懂我这张图 啥意思 对吧 这是倒子头 标准P头 可选P头 截表 然后呢 这个就是point to R-A-W date 然后这个红色的这一部分 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 Masic 整个这一块呢 就是它在文件中 对齐的大小 就是size of R-A-W-D-E 对吧 那么我们平时在文件里边 在可选P头里边 有一个成员 叫size of hand size of hand 他这个size of hand 大家注意 他把什么包含进去了 是包含截表的 也就是说截表 本身也属于头的一部分 而且是size of hand 是什么 是包含截表以后 还要按照文件 去对齐以后的大小 听懂我说啥了吗 大家 size of hand 指的是包含截表以后 还要按照什么呢 还要按照这种文件 对齐以后的大小 然后呢 我们到此怎么定位知道了 标准P头怎么定位也知道了 批可选P头怎么定位 咱们也说过了 截表是怎么定位的 刚才我是不是讲过一次 那我就再说一次 截表怎么定位啊 截表定位的时候要干什么呢 你要先计算出这个可选P头 有多大 在32位里边 它是一零 对吧 它是一零 所以你们就可以从什么时候开始算了 你从这直接加过来也可以 因为这几个结构 如果大小都确定了 是不是可以直接加了 直接加就能加到 加到截表这吧 对不对 因为唯一一个不确定的 那个指是谁呢 是可选P头 可选P头到底有多大 在这个标准P头里边 是不是有个成员 已经写好了 对 大家理解了吗 知不知道我让你们做的第一题是什么 第一题就是把这个图给我画出来 对吧 把这个图画出来 把你找的所有的值都在这里列出来 手动去查 查完了以后你会更清晰 手动查完这个结果以后 第二件事情干啥呢 第二件事情写程序 写程序 把这个截表里边的值都给我便利出来 对吧 便利完了以后 你看一看你在截表里边便利完的值 跟你查出来的这个值一不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 那就说明你解析的是对的 否则就解析错了 然后呢 拿哪个去练呢 拿那个notepad 拿那个notepad去练 好吧 我们就做这两道题 对吧 一个手动解析 一个什么呢 一个写程序解析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内容了啊 有没有不明白的 可以了 录像我先录到这了 录到这了 然后你们一会上教室吧 在教室里讨论吧 是吧 我去整理一下录像 你们继续 膀一直观录 我去订阅 你 我去订阅 我要去订阅 做 사고 biliyor 才逢今 退路 bel